打坐到底的话呢 它有什么好处 那第五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提升我们的记忆力 那么记忆力啊 大家知道啊 就是记忆力它是一个输入啊 输入输出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的记忆力为什么减退了 那么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啊 就是对这个大脑啊 没有让它得到一个 更深度的休息 深度的休息 所以说它的记忆力的话呢 很多人记忆力减退啊 因为大脑没有深度休息 你的睡眠肯定就不好 对吧 你的金气神跟着就下降了 你气就伤到了 为什么熬夜容易伤气啊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整个的记忆力它下降了 它没有空啊 里面东西塞满了 你怎么还能装下别的东西呢 所以说我们通过打坐啊 就是各方面慢慢你在尽忠得会的时候 就知道你的记忆力的话呢 就是会比以前提升很多很多啊 这个就是我们打坐的第五个好处 可以提升记忆力